魚啊 魚啊 水底油 海底世界真噩妙 六聲魚聲香的天 看露到底露逍遙 較快的啦 老頂叫老家 阿嬤叫阿嬤 是要小叫來去KTV喔 是啦 趁打開就想去來做頂 想聽海底哪裡喔 魚啊的水 天下水 水水我們都關心 魚啊的聲 音楽聲 聲聲我們都愛聽 您關心的事情 咱愛聽的聲音 都在海底ラジオ 各位聽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海底ラジオ的檔案 我是心急 今天我們在節目裡面邀請到的是 中華民國 主人生態保友協會 林盛吉老師 來跟TW來講到就是這個金豚的生態跟船舶的設計發展 金豚的生態跟鑽舶的世界變化 我們金豚來講通常我們用標準的分法就是看牠吃什麼東西 那我們一般可以分為虛精跟齒精 那虛精 牠就是吃浮游生物的 牠的體型就是 牠的體型算是大型的 而且牠的噴氣孔 牠是兩個 另外一種是長牙齒的 牠是吃魚的 基本上牠們都是吃魚或有些會吃一些頭竹類 那以牠們齒精來講 牠們就是嘴巴裡面有牙齒 然後牠們的噴氣孔是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基本來分金豚 介紹藍鯨 那藍鯨帶給我們什麼靈感 最主要是在船舶的形狀 我們從藍鯨的體型我們得到了一些啟發 那藍鯨牠是現在世界上現在海裡面最大的動物 牠身長可以到30公尺 體重大約在100公噸 相當於30隻非洲大象 那牠游泳的速度是每小時5到7公里 5到7公里感覺不會很快 可是牠的效率很驚人 因為照牠這樣游泳的在水面那麼大的體型 游泳其實牠花費的力氣非常少 所以牠而且牠在從可以 牠在游泳是可以從靜止可以到達全速啟動 又可以在全速啟動方式又可以直接煞車 也可以快速的下潛跟上浮 所以這些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很強的一個前進就是在水中游動的一個方式 要歸功牠有一個碩大的一個頭部還有一個可以快速收縮的尾部 所以我們去研究牠的體型就是牠的整個體型就是一個水滴形的形狀 所以這個水滴形的形狀就可以在海裡面大大降低它的阻力 所以我們現在的很多的船的一個設計都是採用這種 精型船 就是說牠的在水下的部分是去模擬 藍金 牠的一個體型 那這樣的這種水滴的形狀也比 若以潛艇來講 潛艇它分水滴形跟雪茄形的 雪茄形就圓柱 那水滴形的 它在水裡面前進的阻力會比雪茄形少了很多 所以它就可以提升傳播它前進的一個速度 也可以節省這些耗用的一些燃料跟能量 那剛剛你講的藍金是屬於哪一類 它是屬於虛精類的 虛精類 對 因為只要吃那種浮游生物的 牠們的體型就會比較大 那老師你剛剛說它是用來就是我們造船的時候 那個形狀就是仿這種水滴形的這樣 仿金仿那個藍金的一個體型就在水下 所以水下大概就是未來的包含超級游輪也是 它速度會比較快就對了 對 會比較省力 因為就牠的體長跟牠的重量來講 牠的游泳是非常有效率 而且非常節省能量的 那牠的速度大概多少呢 藍金的速度大概5到7公里 時速 時速5到7公里 哇 牠也真的蠻快的 所以我這邊有帶一個模型 所以主人可以再來看一下 這就是藍金 對 牠可以有那麼好的效果 就是因為牠的頭型跟牠 有一個可以快速移動的尾巴 那加上整個 牠整個體型是屬於水滴形狀的 所以這樣的阻力就變得非常非常的低 是 那還有要補充的嗎就是 那以鯨豚 以這種鯨豚來講 其實牠帶給我們靈感 另外還有一個做頭鯨 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有有這個好像之前 這個牠是海裡面最會唱歌的鯨豚 就是鯨魚 好是 更正一下是鯨魚 那牠吃東西的時候很特別 牠會潛到水下面 然後因為牠遇到魚群的時候 牠們會集體合作 會潛到水下面 開始在下面塗一個氣泡網 那藉由這個氣泡開始吐氣泡 那形成一圈的氣泡 牠就是開始繞圈 那形成一圈的氣泡 氣泡因為往上 往水面上飄 就形成一個氣泡網 那就把那個 牠所要吃的沙丁魚把它困在裡面 那這時候牠就由下往上沖 那張開了大口 直接把這些魚群給吃進去 是 那老師你剛剛說這種魚最會唱歌 是牠在那個 就是吐出那個什麼氣泡的時候 會有聲音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牠平常牠們就會在水裡面就會唱歌 就發出聲音 對 其實精華是蠻聰明的一種動物 然後因為牠們的唱歌 牠們是會求偶 是要求偶 有時候求偶 或是溝通 其實牠們的 牠們每一隻 現在所研究出來 每一隻唱的 那個歌都不一樣 而且聲音也都不一樣 是是是 所以有的 然後呢 那這個是公的才會唱嗎 還是說母的也會呢 其實牠們是都會 都會 都會齁 然後就吸引那個異性來 對 是是 好 然後這個是要介紹牠的一個 牠的前資 就是牠的前期 嗯 那就是在 那就是在 美國有位 有位教授 就叫 Frank Fish 牠在一次度假的時候買一個 做頭巾的模型 那我今天有帶來 把牠帶來現場 那牠看到這個模型 牠覺得牠的那個旗 側邊很多小小的龍旗 對 牠就覺得 欸 這個東西好像是做錯了 牠覺得 因為牠可能之前也沒看過 那這個龍旗其實是 本來就是長在 座頭巾上面的那個前期 所以 牠一般又叫大刺巾 因為牠的前期就比其他的金魚來的長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辨 我們可以做一個辨識 那這上面有很多的一個小龍旗 這個叫結結 所以牠就去研究這個結結 牠突然發現這個是 那一個在空氣動力學的一個真理 就是以前我們覺得 可能要一個比較筆尖的一個形狀 或是那個垂直編銳的 像那個夜扇 電風扇有沒有 我們看到那種構造 覺得牠應該效率最高的 可是這位教授牠就是看到這個 牠去研究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做頭巾的一個前期 旁邊這個結結 所以牠就是 把牠運用 把這個 這個構造運用在那個 那個 那個風扇的一個設計 設計上 結果牠得到的一個結果是說 牠整個 效率增加了一個百分之二十 所以這未來 所以牠們未來會再進一步再去研究說 如果把這個東西 可以用在其他的一個交通工具 譬如說飛機的機翼或是潛艇的一個 一個設計上可能可以增加牠一個交通的一個效率 就是牠在一個那個移動速度的一個效率 是 對 因為如果這樣可以節能 那基本上也可以減少一些排放 就是污染的一個排放 是 對 就是以金豚 就是以金魚來講 藍金 我們可以從藍金跟 坐頭金 坐頭金 大刺金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在科技上的一些啟示 那另外我們來講就是海豚 那以海豚來講 牠在海裡面游泳的速度其實還蠻快的 大概可以時速到40到48公里 那最主要是牠的一個流線型 所以 所以 所以科學家就去研究 欸 海豚牠的一個皮膚 就是說 為什麼牠這個皮膚 在海裡面可以 可以讓牠 速度可以達到那麼快 所以牠們在 就是把那個死掉的海豚 牠們把牠解剖以後 發現海豚的皮膚 牠分為三層 那在最外層的表層 牠會有一些光滑的一個角質 那中間是真皮層 像海綿一樣 有很多凸起 那牠中空的凸起 然後裡面會充滿的一些黏液 那內層則是附有 膠質跟彈性的纖維組成 中間充滿了脂肪細胞 所以這種皮膚結構 牠可以大量吸收跟消除 一些在水裡面的一些亂流 所以牠在咸進的時候 所產生的一個亂流 所以讓水很 很快的從牠的一個 一個身體經過 所以可以讓牠游得很快 那科學家就是看到有這樣的一個 牠皮膚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就去設計一種富有彈性的一個 有機材料 就是一種海豚的人造皮膚 那這個也是要把牠運用在 包在我們船艦或潛艇上 牠就可以減少阻力 然後讓牠的速度更快 所以我們除了從 就是說在海裡面 傳播形狀的一個改良以外 然後再從牠上面的塗料 這樣最主要都是要增加牠的 那個航行的一個效率 然後減少這些能量的一個 就是一個燃料的一個消耗 讓牠打到能夠更節能 然後另外他們也在研究 說這些皮膚 為什麼牠們在海裡面 在海裡面 就是說生活那麼久 都不會有附著物上去 其實一般我們的船 停在海裡面 幫牠在航行 牠可能在船底 就是水下的部分 常會長一些 會附著一些貝類 或是一些甲殼類 例如騰壺 那因為這個東西附著越多之後 就會影響 就讓船的阻力增大 所以會讓船在航行的時候 會消耗更多的一個燃料 所以他們也就去研究 因為我們現在 要避免這些附著物上去 通常我們用的塗料 都是一些具有毒性的 它可能會去釋放一些毒性 讓這些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些化學塗料 讓這些附著物它不會附著上去 可是相對的 這些有毒的塗料 它會慢慢釋放毒性到海裡面 其實對我們的環境 其實它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研究 這個海豚身上 它的會發 會有一種蛋白酶 一種酵素 這種酵素是不會讓 其他的生物去附著上去的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樣去開發有機的 就是這種比較友善的塗料 就是可以運用在於 就是在船底 它的一個漆面塗料 讓這些 就是我們可以讓它 這些附著物它就不會附著上去 就是用一個天然 比較天然的一個方式 所以其實一個 我們常在觀察大自然的一些生物 其實我們 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生態行為 或從他們的一些構造 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靈感 然後再運用在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科技上或是生活上 是 那剛剛談到這個鯨豚 它的那個生態也是 對我們的這個科技研發 向這個傳播方面 也是有很多的幫助 那老師還有要補充的嗎 還是 以目前鯨豚來講 它在全世界越來越少 然後也都是保育類 包含在我們台灣也是 然後最主要是因為鯨豚它的 它的成長速度慢 然後 而且它要能夠生小海豚 通常要到十幾歲 它才有能力去生 才有辦法去 有生生殖的能力 對 而且比較特別 因為這些鯨豚它一次只生一胎 它不會像我們生雙胞胎 所以有做研究 可能一隻海豚一輩子 大概只能生四隻 所以以他們的現在 目前來講 他們的數量就越來越少 再加上我們 我們現在的海裡面的垃圾 很多 所以這些他們常會去誤死 就是誤死到垃圾 而造成它的一個死亡 對 所以真的生態保護力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這個海洋垃圾不要亂丟 這個也很重要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有聽的 台灣是 飛躍公布電台 海底垃圾的台灣 我還是想起 今天是邀請到林盛琪老師 跟我們來探討的就是 金屯的生態 也有傳播的設計研發 就是說因為這個海洋 還是海底的 它的形態 我們的人類 借到他們的形態 還有一些這種 想法 可以看出這種 紙 來世界出的更生爛 在這裡更對著 像說 對著我們的 含有形態 比較沒有污量的 這種塗料 用在這個紙的上面 今天你的海底 哪裡有彈關 得進行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聽 再一回 拜拜